我們知道前一段時間 不是獨立調查員 還有追查國際 調查了很多國內器官移植的情況 那麼發現它有幾個移植中心 雖然說各大城市都有很多移植量 但是形成中心的規模性的 就是這一個城市 有各種各樣的移植醫院 有各種各樣的移植醫生 像這種很全面的 除了這個北京市 上海市 但是真正最大規模的 一個我覺得是在天津 還有一個就是在武漢 當它原來的來源缺少的時候 它就會去為了保持這個機器本身的活 它會到外面去吞噬普通人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迫害法輪功 這個所造成的這個危害 將來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所以你很清醒的想像 就說現在他們已經把手伸到 在這個原有的供應鏈不夠的情況下 它把手伸到了這個普通民眾 那麼這裡頭就每個人都有危險 這個懷疑器官 因為器官而殺人 或者是他們失蹤的這個設想 這個想法 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因為你在排除了其他的這個可能性以外 你不管是綁架也好 傳銷也好 它就是為了要錢 所以失蹤以後 一定會有人用某種途徑來問你要錢 只要是一段時間沒有要錢了 那麼它不可能是傳銷 因為傳銷將來就是發展下線 不停地收錢嘛 所以就不可能綁架也是 綁架了以後如果是 如果是為了經濟原因綁架的話 那麼家人肯定會收到要錢的這個信 都沒有收到 那麼就這個人是失蹤了 9月29號 推特又出現了一位父親 滿街驅車尋找兒子的鏡頭 消息說 19歲的兒子考上武漢大學4個月後 突然從學校寢室失蹤了 失蹤時沒有帶手機 卻發現了線寫包 6個多月過去了 來自實驗的朱世忠夫婦 沒有發現任何蛛絲馬跡 就在前一天 一篇尋找失蹤年輕大學生的文章爆紅網路 該文例舉的40名在武漢失蹤的青年 年齡都在20出頭 除了5名只有聯繫電話外 其他的都有詳細的失蹤信息 其中有23名還附帶了大學名稱和專業等 文章通過分析 排除了傳銷、遭綁架、因犯罪被控制 甚至被外星人劫持等多種可能 不過該文發表後遭到刪除 新華社還緊急辟謠 發文記者更是遭到拘留 多名巡人的家長遭到警告 不敢接受採訪 林紹清是少數敢於接受採訪的家長 他的兒子林飛揚20歲時失蹤 2015年8月底到莫斯科大學留學 3個月後突然從莫斯科 回到武漢的中共中央黨校 更換義父出門後 在武漢長青路五路消失 他把酬謝金提高到50萬 尋找失蹤的兒子長達500天 我昨天上不到的 我現在還在過了節就早 他就為我認識發帖那個人嘛 給過他錢沒有幫忙那個發帖那個記者嘛 根據群人啟示 失蹤大學生的家長一般在多日後 才從同學那兒得到信息 並且遭到學校拒絕查看監控錄像 耽誤了最佳尋救時間 2014年2月14號 失蹤的武漢大學學生曹星的尋人啟示上寫道 失蹤後 學校未經家屬同意 撬開了曹星的抽屜 破解了電腦密碼 並且不讓家長查看監控錄像 家長們寫道 日本人的單車丟了 你們可以找 德國人的包丟了 你們可以找 我們中國人的兒子丟了 你們也要幫忙找啊 而網友們紛紛質疑 中共遍布街頭的攝像頭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有網友表示 武漢失蹤的大學生 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當下最為時髦 同時也有著高昂暴力的人體器官買賣市場 活摘器官開始對監獄的刑事犯已經眾所周知了 後來呢 擴大到法輪功的修煉者 當他還不夠用的時候 社會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犧牲品 中國問題獨立評論員李善劍認為 大學生容易成為盜取器官的對象 是因為這個人群的特殊性 大學生年輕啊 健康啊 素質比較好 另外他基本上是離開家庭相對比較獨立 家人啊 社會啊 對他們的失蹤不會有馬上非常強的關注 其實關注的話 因為他接觸這個人群相對來比較封閉 也很難找到一些明確的線索 有網友建議家長採集自己的DNA 或者帶著失蹤孩子的DNA 到各大器官移植醫院與公體的DNA對比 還有網友翻出衛生部前副部長黃潔夫 2015年8月在武漢的相關講話 沒有湖北 沒有武漢 就沒有中國的器官移植 湘西九江市網民葉公圖龍因為發表 武漢大學生為什麼人間蒸發 被警方請去喝茶 文章寫道 對大學生下手的 不是普通的犯罪團夥 也不可能是一般的黑社會組織 只會是那個巨大的東方立委坦 只有他們能夠動用龐大的國家機器 作案而不留任何線索 外界認為這是暗指中共